医学科技日渐进步 医学科技日渐进步 其实人的寿命应该越来越长 有些人从小到大 就不停服用不同的药物 真真正正可以活到多少岁呢? 究竟你是想从善食或者生活习惯 有少少改变和配合 去健康活到80岁呢? 还是由30岁至80岁这段时间 每天都要服用药物呢? 学了营养学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第一,他和其他学科不同 会计师、律师、这些专业的人士 如果你学了这个学科 拿了一个专业资格之后 你不从事相关的工作 可能对你来说会是白费了 但是营养学这个学科绝对不会 即使你不投身在营养学界里面的工作行业 都不要紧 原因就是因为你可以 可以将你学懂的知识 去提供给你自己 你身边的人 和朋友 食品的质素越来越低 你会听到最近的三聚清安 或者不同的染色物 营养学 这一回事 其实是否教你什么都不要吃呢? 我可以很有信心告诉你 不是 但是如何才可以尽量减少接触这些有害的物质 而去提高一些有营养价值的食物 去中和我们日常接触到的有害物呢? 这个才是营养学的最重要的重点 很多朋友会觉得究竟营养学会不会是一些很沉悶的学科呢? 其实国际学培训协会 一向是标榜着理论和实践并重的一个课程 其实同学会在课堂上面通过导师的教导 去令大家每一天在报纸、杂志、时事新闻 看到的东西是配合到营养那里的 去务求令到学员觉得营养学和自己是真的有很密切的关系 除此之外,学员完成这个课程之前要递交一个个案的研究 这个个案研究其实是主要协助同学去了解整个营养咨询的过程是如何 他们要活生生找一个例子去配合和通过营养、运动这两方面 去改善那个人的体质或者健康的问题 有些同学的选择性不仅做一个可能做两个、三个甚至五个 未来你就会拿着这些练习作为面试的要求 希望同学会通过这个课程会学得更多更有趣味性的营养学知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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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